那我們今天就要來講這個鬼滅之刃 我們是繼續說說人 今天來講這個鬼滅之刃 第一個上選之六 妥姬與紀夫太郎 但是因為影片長肉乾溪我們只講妥姬 不得不化作鬼的女人 語智的喬姬 其實不只她是根據這個作的改編 在幹部之外的鬼 一般多認為是女性比男性還要重感激 因此在日本古典的文獻當中 有相當多的故事是因為女性 在過度強烈的愛恨情仇之下 而化成逆鬼的鬼故事 但是鬼滅他沒有在其他的鬼作太多的琢磨 就是下水就全部都... 被殺掉了... 一開始被殺掉... 還沒有介紹就掛了 所以有一段傳說是這樣的 有一天一家人的女兒到了貴船神社參拜 閉關七日 那這個女子因為很受不了自己夫家的壓力 那因此就請求對方把他變成活生生的鬼 此時就傳來貴船神的指示 就傳授他變成鬼的方法 那這個方法是待在沒有人待過的地方 將你的頭髮分成戳 再用鬆指固定束成腳的形狀 然後再把臉跟身體都塗成紅色 頭戴鐵環 那之後這個女人就尊教了這個指示 他就活生生的變成了鬼 然後之後就一直在羅生門這個地方 然後住了下來 那最後他被原賴光四天王的其中女人 斬斷了手臂 那這個原賴光四天王 其實就是鬼殺隊住的這個原型 對對對 蠻假的 但是我們今天之後再講 那之後因為這個傳聞 女性出嫁前就不能過於之巧 因為日本的女性其實受到家庭跟丈夫的疏禍 所以長久下來這些積怨就使他們會變成立鬼 但是在滾滅之刃裡面出現的女鬼 大多是冷靜勇敢的女鬼 但是反而是男鬼 比較是處在一個會走不出自己的過去 然後很執著要留在... 對對對...有點相反過來的 好,下一個我講到上弦之舞玉壺 那正式版的玉壺是被封印到翁中的鬼 翁中其實裡面住著八個鬼 那這個玉壺最大的特徵就是它是一個弧的形狀 那日本古代的文獻也有提到說 像氣泥一樣密不可分的鬼 那故事來到了古代的福岡縣封前世 這裡傳說中有因為修道的中心而繁榮 那有鬼神就棲息在這邊 是一座以修宴靈場著稱的靈山 地下山的開山祖師摩浦仙 就聽說有鬼神在此出沒 因此就前來討伐這些鬼神 最後成功的祥福 後來這些鬼神被封印在了翁中 連翁帶鬼的埋在了山頂 據傳說那裡那個山頂就變成了一個祭祀鬼神 山頂的地方 那聽說鬼有八隻被稱為霸鬼 那這個祭祀鬼人的場所 他們就在山頂蓋了一個神社 帶來然後下一個上賢之死半天狗 那這個半天狗它有點像是 嫉妒與怨恨的一個化身 那這個最著名的就是這個半果假面 你知道半果假面嗎? 知道,那個... 就很有名的,照明面具 那個活影的死神就是半天狗 那很多人可能認為說 上賢之死叫半天狗 它跟天狗一定有關係 但其實天狗沒什麼關係 對,實際上這個半天狗它的原型是班若 那班若就是日本傳說中的一個怨恨鬼怪 是因為女人強烈的嫉妒與怨念所形成的惡靈 那班若本身其實是佛教用 那因為累積的怨念過多而產生了憤怒 所以喪嫌是視她的激怒的分身 才是一個披著袈裟的一個防主的形象 嗯... 那班若有一個故事 在古時候的日本有一個女孩叫做葵 她的年紀比當時的太子光源氏大四歲 但是兩個人都是一個十幾歲很年輕的小夫妻 對,但是奎其實不太喜歡光源氏 所以兩個人是有點像被迫結婚的感覺 那因此雙方的感情並不是很好 十年後呢,奎就懷孕了 那懷孕後他的精神也就狀況一直不好 他也是滿晚懷孕的 就隔了十年 可以撐這麼久 為什麼能撐這麼久呢? 我們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好,那因為懷孕後他的精神就一直不好 於是家中的侍女就一直慫恿他 跟他的丈夫一樣去看祭典 那光源氏跟葵就一起被安排了 參加這場祭典 那來到了會場時 他們旁邊就停了一台高級的牛車 那這個牛車裡面其實坐著一個妹子 這個妹子其實是光源氏的外遇小情人 對,他的名字叫做六條玉璽索妹妹 所以他這十年沒有懷孕是因為他在旁邊 對...出去投資 我覺得比較好笑的那個 高級牛車是怎麼樣? 因為古代他們只有牛車或是馬車 就兵士的 對... Logo在前面而已 裝潢比較好 對,後來玉璽索妹妹的牛車跟葵的牛車 因為又要搶停車為雙方大打出手 那又六條妹妹的牛車在爭鬥中 被打得破爛不堪 然後還被葵罵婊子這樣子 因為是外遇對象罵婊子 對... 所以接下來就雙方不歡而散了 回去的時候六條妹妹就很不熟 他就覺得說接下來他就用了一些仿術 然後他就靈魂出竅 然後這個靈魂出竅 他的靈魂就是生靈 因為他還是活的 活的 對,他的生靈就慢慢的形成了 變成一般若 那在這之後懷孕待產的葵 健康狀況一直不好 開始被六條妹妹的生靈班若所產生 直到葵生完小孩不久 有一次沒什麼人在家的時候 六條妹妹的生靈就被班若襲擊 那葵也因為在產後受到他生靈的班若襲擊 導致他當場暴斃身亡 本來看到班若的時候 我以為他是男的 因為他是一個惡靈 他有點像是復仇的怨念的靈 結果他是女生 對,其實他的班若是女生 但是發覺自己生靈出竅 殺人的六條妹妹發現完蛋 剉賽出事了 無可奈何就決定了斷乾淨 就是分手,雙方分手 於是他就跟光源氏提出了分手 然後就回到了老家京都這樣子 但是不久之後 六條妹妹就重臨不起 臨終前他就拜託性情善變 花花公子渣男光源氏說 請你放過我的女兒這樣 對,雙方就因此斷乾淨了 之後班若的形象就會被大家 形容是一個嫉妒 然後怨恨心肌很重的一個感覺 對對對 好,再來講到人氣最高的喪行 是參與異窩座 那個異窩座在鬼滅之刃當中 是一個帥帥的形象 對,可是其實異窩座的參考原型 他本身是一個盜者 他因為犯罪而被刺青遭到葬儲 所以他臉上的臉譜其實是刺青 對,那這個異窩座的原型叫做鬼童丸 故事要來到擊敗九吞童子的 原賴光物行當中 他讓所有受困於九吞童子的女性 都全部返向 但是其中有一名女性 她有點精神異常 然後抱著一名男嬰 那這個男嬰出生的時候 就有長了牙齒 而且是有點尖尖的 所以很多村民看到覺得他是不是九吞童子的詛咒 或是童響 或是他的後代之類的 那這個村民就不是很喜歡這個小孩 然後一直養他養到了11歲 然後也把他取名叫做鬼童丸 不過這個小孩他從小就是非常貧 常常會有一些大石頭或是大樹 把一些豬、猴子殺掉來吃 他其實立體蠻大的 對對對,感覺是一個人才 很厲害 但是他就是有點歧視他 那他有常常在那邊發癲 叫起來又像一隻野牛 那逐漸的村民失去了耐心 就不再給他食物 不再供養他了 於是這個鬼童丸就離開了村子 那有一次他偷東西被抓到 就被關進廁所 但是後來鬼童丸就斬斷了鎖鏈 想要逃脫 打算偷襲元賴光 就是前面講的武士 並且躲在牛的屍體裡面 打算想要飛撲偷襲 但是沒想到一衝出來的時候 就被元賴光一刀斬下 所以就對應到上弦之三悲慘的身世 一直到臨終前都被斬殺 與鬼童丸都很像 可是有點不一樣 是上弦他死掉之後 他是自願死掉 對對對 他是後來回想起 對對對 我發現那個鬼滅之刃的壞人的好 最後的回憶 回憶都是好的 沒有要看接下來的 對對對 接下來的 我們就講到 殺死之惡童末 這個童末呢 他的原型是一個愛吃女人的鬼 叫做鬼一口 那日本古典的文獻中有一個耍伎倆的鬼 這個鬼呢 他在八世紀的天皇時代 有一位鬼的犧牲者 他的名字叫做萬姿子 萬姿子是一個女生 他很整 在許多男性都會跟他去求求婚 或者是一些要把他 可是他都拒絕掉了 最後呢 他嫁給了一位自己最喜歡的高富帥 直到這個初夜啪啪啪的時候 然後一直傳來好痛的叫聲這樣一呆 可是呢 父母一直以為是他因為第一次打砲的關係 所以會覺得說很痛 所以並沒有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 直到了早上呢 他的父母來到他的房間 發現他的女兒已經被吃了 剩下一顆頭跟一根手指 哇塞 就是有點可怕 這個童末 到了九世紀呢 有三個妹子走在了京都裡面 結果呢 從松樹的陰影中 走出了一位韻翹的男子 那他這個男子呢 就把其中一個女子叫過去 不久後呢 同行的兩位女性也跟過去看說 到底是怎麼這麼久了 還沒有回來 結果他只發現了 在地上女人的手跟腳 後來呢 大家就一直覺得說 這個吞掉這個女人的高富帥渣男 就是所謂的鬼女婚 對 就是這個頭目的兵型 來到了最後一個最強的上限 以及一位黑死木 那真實版的黑死木 其實是一個秀仙的仙人 對對對 那這個修仙的仙人 他的名字叫做易小角 那在鬼滅之陣裡面呢 上限之一黑死木 變成鬼的來龍去脈 就是他想要變成最強的武士體 他渴望永生 所以他接受了無產的提議 自願變成鬼 那在現實當中 也有人能夠期盼自己 能夠超越人類 那個人就是修驗道的開宗使主 易小角 那這個易小角呢 他是真實存在7到8世紀的人物 他從小就是個天才 那三歲四至八歲進攻 三十歲開始修仙 哇天才 對天才 五歲抬頭 比五歲抬頭 三歲就抬頭 三歲就是邪東西 對 好那易小角呢 其實他有類似謝果術的超能力 對 據說呢 他能夠用邪術堵破人心 然後也因為這樣子被當地的村民流放 在七百零一年的時候就呈仙飛天 那所謂的仙人呢 其實在中國的道教中是指長生不老不死的 超能力的超人這種感覺 那他們能夠在空中飛行 飄啊 這樣講也有點像是日本的陰陽師 對 他們也都會收鬼下來 然後當自己的 可是陰陽師他們是正鬼 可是他這個有點像是 邪的 對對對 壞人那一邊的 那傳聞中呢 你只要修煉到最高境界 頭頂上呢 你就會長出腳來 所以你就會就是 看起來就跟鬼是一模一樣的樣子 那這個壹小腳變成鬼 跟這個黑石墓一樣 也就是出離自願 而且是願意去修煉 想要成仙那種感覺 那在九吞同時掛掉之後呢 壹小腳就銷身日記 直到了1799年 他才被後世的人們 稱為這個神變大努煞的一個稱號 而且才變正面了 對才變成說 好像他努力這麼久了 其實他其實也是一個 很厲害的 對對對 但是我覺得這個黑石墓要變成鬼的動機 真的有點牽強 我覺得有點牽強 不會啊 他就是想要自己活久一點 才可以更進一步贏到 贏他哥哥啊 但是他畢都... 最後都掛了 你知道嗎 找留戀的呢 你已經是最強了 是啊 對對對 所以 那各位觀眾 你們還知道上弦改編了什麼東西呢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幫我們補充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 不看不見 了 我們下部影片見 好 照片 對了 拍賣